教育定神евич además engaging motivatesin 歡迎大家又來到華山論世 好一個男朋友 左柳彥昌 對 大家好 今天再討論 今天大家都可能想到,雖然是遲了少少 但是我們還未講孟晚舟 其實有一件事我覺得很有趣,值得提出來 首先加拿大法庭在9月底的時候 將判決延後到10月21日才報出來 當然大家都知道,拜登打給習近平 大家聊完之後,孟晚舟就放了出來,沒事 其實沒事的意思是,他認了案情,但沒有認罪 跟美國法庭有交易,放了他 有趣的地方是,究竟10月21日 加拿大法庭怎樣判 是判他有罪還是判他無罪 有罪是他要引渡到美國 然後整件事交給加拿大司法部長 就決定引不引渡他 即是政治上,由法庭上轉做政治上事件 如果他是沒有罪,即是沒有事的話 他當然會離開 問題是,是否只有美國人知道 究竟他是放還是抓呢 所以拜登也解釋 如果拜登知道,你一來到美國 你就沒有辦法離開 你猜究竟孟晚舟是有罪還是沒有罪 是加拿大來說 這個真的很難說 無論怎樣判,其實對於加拿大 都是一個兩難的事情 對於中美關係最緊張 不過這樣,如果加拿大放孟晚舟 美國佬就沒有了面 亦都可能是因為這樣 拜登才做了這個順水人情 就立即放了他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 第一,我估計美國不想孟晚舟去美國 因為要給他飯吃 吃飯很小事 有很多後續的事情 就麻煩了 如果他一去了美國 基本上中美的關係 就會急轉直下 即是不能救 很難救得回 實際上,中國方面非常清楚 這件事情一定要解決 中美關係才能緩和 我很留意到 拜登打電話是910 911是911事變 他有20週年紀念日 拜登完全可以在911之後打電話 因為其實這通電話 實際是求中國 求中國幫忙 有很多東西要緩和中國關係 要幫美國經濟解難 但中國曾經說 這件事一定要解決 中國外交部出了一個清單 兩個清單 三條體線 其中都有提到這些事情 這件事一定要先解決 是的 我們講講孟晚舟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這麼多 但有趣的地方就是 在這件事件裏面 你怎樣看 接下來中美的對詞 即是力量 實力的比拼 接下來 老實說不會完 一定是再搞下去 不過不是這一單 是第二單 接下來怎樣 實際上這件事 我覺得是中國贏 中國贏了 對 大家都覺得是這樣 因為實際上 中國現在的實力 是美國 第一 你贏不了我 第二 你要求我 反而現在要求我 因為你要求我 所以這件事才解決 很快 中國又要賣債了 實際上現在這件事 反映中美實力的始銷比將 中國在增加 美國在下降 現在我們要看回 中美的實力對比 外面有一句話 現在美國有什麼的 中國全部都有 在製造業上 美國有的 中國全部都有 中國反而是多於美國 現在另外在軍事上 軍事上 美國有的 中國都有 最差的是航空母艦 航空母艦 航空母艦還是核動力 航空母艦 中國現在準備第三個 但還不是核動力 但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美國是世界警察 換句話說 他在世界到處都要有人 大家想一想 他的海軍 美國的海軍 只說艦艇 相比中國 已經是少於中國的艦艇 已經是 但你說藍隻 哪個新些 哪個什麼 可能美國還有少少少 因為中國最近 這十年八年 才開始大舉投資到藍隻 但美國 記住一件事 歐洲 大西洋 中東 這幾個地方 他永遠不可以沒有美軍的藍隻 換句話說 在亞洲 最多出到三分一的力量 中國不是 中國所有的力量 都在南中國海 在東海 在南中國海 老實說 我可以100% 對你30% 我怎會不贏你 因為中國 其實 它主要是維護自己的利益 但美國是霸權 全球霸權 所以 它一定要把所有兵力分散 所以 在中國 在中美軍事對抗上 在武衛自己的國家上 中國是好處的 即是近海 你不要說那些 譬如北韓 最近 前兩天 又有一次說 它試射超速度的導彈 老實說 大家都明白到 大家的軍事上 即是在科技上 大家一天可以千里 你美國 你靠多 你又不是真的很多 你靠 你科技是進步 你是一哥 可能也未必永遠都是你第一 你這件事真的不道理 其實就是 製造業 這是決定的 是軍事力的 起碼你要有鋼鐵 你才能夠做到飛機 做到坦克 實際上現在 美國鋼廠都越來越少 你怎樣 自己放棄 你現在看看最近 在珠海的航展 展示了中國的空軍 實際上 都是很接近美國的空軍 中國現在是 戰略空軍 無人機 特別是無人機 還有 戰機的電子作戰能力 這次航展 就體現這三個能力 這三個能力 其實都是趕超美國 你講到這裏 我想提一提一件事 我最近看了一條片 一條片就是 中國是用無人機 別火 有一個吊機 吊起一個貨櫃箱 那個貨櫃箱 點著火 又找一個無人機 後面有幾個無人機 好像長嘴 噴一些化學泡沫 現在噴下去 兩下手洗 整個貨櫃全關掉 霧出濃煙 大家想一想 全世界大家都在想 山火 是沒有辦法可以撲避 但是中國已經可以用無人機 去撲滅山火 你想想 中國是否先行 中國現在的農民 都用無人機來噴農藥 施肥 現在是很普及的 所以如果你這樣看 中國的科技 應用科技方面 比歐洲 美國更加快 所以現在整個勢 就是中國向上 美國實際上是在走下坡路 所以特別是 我覺得現在 中國可能弱更弱 在一個教育上 中國的教育 還是比較保守 不夠美國的教育 那麼活潑 不過無所謂 我們可以去讀 哈佛不一樣照許 但是整個勢頭 就是中國的勢頭 特別是你現在 在全球申請專利的 中國多於美國 多於美國 這件事就很厲害 代表一個未來發展的趨勢 如果你這樣看的時候 大家都是這樣想 中美之間最好是不要發生戰爭 理由就是因為 十年內 美國還可以和中國有打 十年後 就可能 美國是無法和中國打 最近 美國軍方 參謀長聯席會議 米利 副主席海頓 都說明 中美不可戰 即是不能夠打仗 美國是絕對不能夠幫中國打仗 即是在美國軍方已經是有這個共識 是的 你用三分一的軍力 即是你去打中國 中國可以用100%的軍力 對付你 你是勞斯動眾 你是遙遠控軍 那你怎樣打呢 即是對於美國 沒有好處 對主要是這件事 你把那些沒有好處 所以美國佬 你馬上拔了那些人 日本 澳洲 英國 來幫拖 其實這也是一個很現實的情況 是 但是現在整個趨勢 即是說 美國如果他承認 他對不了中國 那怎麼辦呢 和平共處 真是肢意 但是你要嚇人 你怎樣死都不認得這件事 美國佬 美國佬怎麼肯認這件事 一定是要頂住的 即是我覺得是極有的人 就會頂住 但是也有很冒實的 很冒實的 因為實際上你是從美國的利益出發 即是說你是硬去打對美國的好處 還是大家和平共處對美國的好處 他要計算這條項目 但是有這樣看 你看回中國 現在馬馬洲的事件 基本上中國是不放過你的 即是你做了一件事對他 傷害了他 他就立刻和你打到尾 即是你三年 我就和你打足三年 吵足三年 那你這樣看的時候 即是美國佬還有沒有下一招 又去搞一些東西而來 即是希望拿一些好處 有 一定 現在都在搞 剛剛美國、英國、澳洲搞完那個 現在又美國、印度、日本四國對話 即是不停 所以我們接下來 實在有話說 在外交方面 始終中美之間 這個問題 是否可以那麼容易解決 好 今天我們講到這裡為止 拜拜